本土剧一姐芳新出道多年 在戏中擅长演绎温柔可人的角色性格 讨喜的荧幕形象受到不少观众青睐 不仅如此下戏后也始终用满满的热情对待观众的她 更是掳获无数粉丝的芳新 然而显为人知的是在人前总表现的阳光热情的芳新 曾因为感情而失足苦头遭到前夫妇中的背叛 还为此扛下一大笔债 让为母的她为了照顾女儿咬紧牙关苦撑了好多年 万幸七年前 芳新终于苦尽甘来成功遇到幸福的第二春 与小二岁的科技业男友麦可登记结婚 最难得的是 对方还爱乌几乌的将她的女儿视如己出 对此芳新也曾在受访时分享在婚后 温馨又浪漫的生活点滴 脸上满是柔情又幸福的模样 让人羡慕不已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芳新坦言 自己24岁那年就生下宝贝女儿牵牵 则料隔年孩子都还未满一岁婚姻就走到尽头 而后来单亲养女的她 本也以为一辈子大概就这个样了 没想到老天爷让她遇到麦可 让她再次尝到幸福的滋味 最重要的是对方的体贴与细心 还得到了女儿的认可 永远忘不了43岁在婚时 孩子对她说的话 很开心你遇到爸爸 只要你幸福 我就幸福 芳新还透露 老公婚后也没让他失望 一有时间就与他来场甜蜜约会 生活可说是温馨又幸福 被问到会不会想与老公有个爱的结晶 芳新则有些无奈的表示 结婚前几年的确想要再拼一胎 但今年已49岁的她已经不考虑再生了 就是担心这把年纪再有孩子 会没办法从头开始带 虽然不打算再生 但芳新却表示自己可以当阿妈 似乎是将希望放在女儿身上 还笑说 反正阿妈不用教小孩功课 事实上 芳新也非常满意 如今与24岁女儿的相处方式 并自豪的说 老养得意的她带女儿走在路上根本是姐妹 有时母女还会相约去小酌 生活好不惬意 芳新更自扑 很珍惜能服侍女儿的机会 因为工作有时忙碌没时间陪女儿 但只要一有空就会去接女儿下班 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看到芳新找到幸福的第二春 真的很替她开心 也祝福一家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幸福到永远 感谢您的感情